相關的知識,請各位不妨去了解 第一個可能SS資料庫 你可能要了解,或者是像SQL Server那種資料庫,那些很花時間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需要去懂一些像ADO的元件怎麼去使用 那ADO元件用最多當然就是如何去做查詢 查詢資料,就我們現在講了,但是ADO的查詢 又有他的方法,那還有就是如何新增 比如資料怎麼新增到資料庫,如何去修改 資料庫的資料,如果刪除資料庫裡面的資料,大概ADO的主要的用途 第三個是SQL語法 SQL,我們如果講法就是SQL,SQL 那這三者都不是短時間 一下子可以做,但是我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如果說我今天要跟資料庫連結的話 那在舊的範本裡面也有 各位可以查一下之前的那個範例 之前有一個範例,這個範例的話,各位在分享區裡面 可以看到有一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 地址合併 這個範例 地址合併裡面 就會有一個是跟資料庫有關的 而且有個程式在這裡,如果各位這部分如果不太熟悉的話,回頭這邊也有 畫面 跟完成的檔案都在這裡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部分就是 地址合併裡面的資料庫程式 其實各位可以點擊有沒有 這邊有個程式碼 那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因為 各位的時間 不是很充裕的情況底下 又要能夠跟資料庫連接的話,其實各位只要找到這一段程式碼 然後呢,了解這一段程式碼在做什麼 並且 將來把它放在你的Excel VBA裡面 基本上 就可以Walk了 沒有問題 那怎麼改 第一個 我把那個 步驟 跟各位講 Ctrl C 應該會 這個應該大家都一定最會的 然後再來 2,Ctrl V 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說要貼到哪邊 那我把這個地方貼到 最下 最下面好了 這我剛剛已經貼過了 好 我再貼一次好了 OK 好 貼上 對不對 那check一下 他可能因為 這個格式 我把它變成出 那個 紅色式 他前面就多一個問號 沒關係,把它deletele就掉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第一階段 我們的 這個方法的範本 好 那他的名稱很長了 你如果覺得這個名稱太長 你自己再把它改短 也不會有問題的 OK 那 可是問題 這一個方法裡面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 他要用到ADO